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唐豆...money的聲音 唐豆沈的聲音 唐豆豬的聲音 蛤的聲音 豬的聲音 沒有啊 我聽到之前的聲音 我們聽的是豬的聲音啊 哪有 我聽說那個85年的時候 我們養豬養到 大家都開飯 去樓家屋 對 以前85年前 那時候景氣比較好 每個養豬戶都真的是 蠻不錯的 對這個金錢上面都覺得 還蠻容易賺錢的 現在咧 現在已經景氣不好了 跟這些豬的價格又差很多 現在真的下滑了 廢肅都在成長 大哥 您真是太謙虛了 雖然對於養豬呢 我是外行 但是製作單位 可是探聽鬼的名府上 是大名町町 三代有名的養豬達人四嘉能 看您這個豬卷規模還不少 我想我今天應該輕輕鬆鬆 就可以鎮盡著打工費了 這個地方的話這樣子 這樣子攪一攪 攪一攪好像水泥 像水泥攪拌器這樣子攪 沒有 就像大鍋菜一樣 大鍋菜 你說有放了哪些東西 麩皮 飼料 還有一些收水 收水也有 收水 還有木草 還有木草 大致上就是這樣子 跟水混在一起這樣子 都一定要這樣子攪和一起就對了 對 要和在一起才會一起 不是一般那個飼料 拿進去給它吃就好了嗎 那成本太高了 它成本太高了 我們養這個肉豬成本 沒辦法吸收 我已經看到那個豬在那邊 一直叫了 他們光是聽到那個聲音 聞到那個味道 它就馬上 驚喜的聲音了 一直到現在 我都只聞豬聲不見豬意 老闆說現在剛好是 豬要吃飯的時間 所以他要趕快準備 而且這攪拌飼料 只是所有工作當中的其中一小部分 後面的工作還有得忙呢 這樣一天自己打工可以賺多少 打工要賺多少喔 你要先... 要先拿一些來貼飼料才可以 什麼還貼你 對啊 我要自己 哪有每個行業都說 叫我先貼飼料 因為你什麼都不行 不會要把那些重新打工 不要...這樣啦 去減啦 拿一些給我 好啦 告訴我我才發工廠給你 多少也說一下 太好沒要做耶 秘密 秘密 工廠也是秘密 不行 你要說一下數字 這個數字不能說的啦 說一下啦 你什麼都不能說 今天行程做得好 不要 這真的很不好意思耶 還沒開始工作 就已經跟老闆討價還價起來 雖然說沒吃過豬肉 也看過豬走路 但是要我跟這個迪亞近距離的接觸呢 我還是同一回呢 老闆說要讓他們喜歡我 第一步呢 要先從餵食工作開始 這好吧 好 現在呢我就來和豬仔子 培養一下感情 開始我的豬農實習 處理秀 這有一個手把 你把老的 豬都要差不多八分滿 你為什麼不就直接全部都開好 然後這樣一抽的時候 所有的豬都一起吃啦 沒辦法... 不用在那邊讓它一直叫 因為它這是整個流程 就這樣過去的 對... 你開這個打開來之後 它後面那邊就是變空氣了 所以你不能完全全部先開 一個一個開 要一個一個開 好 來 要開多久 你看豬都在這裡 它有八分滿 大概最方便 八分滿了 你看那個豬 你看那個豬它在搶 那豬一定可以 那豬一定會可以 那豬一定會可以 那豬不夠啊 你看 你看有夠可能 有空間啊 待會有豬一百 這些拍拍讚的小豬仔子 可真是可愛呢 真的很想幫他們喊一下口號 加精神訊話 看起來他們是很喜歡我啦 這簡單的位置動作 其實並不困難 不過您現在所看到的呢 只是這豬圈的一半 後面還有很多豬仔子 嗷嗷帶補呢 看來我的動作得快一些了 你看那個豬尾巴很可愛 你看那個豬尾巴 全部排排的 一整排的 對... 它都會捲起來 對...都會捲起來 它在用力的時候 它就捲起來 豬尾巴沒在用力的時候 它就把它往下放 是這樣子啊 而且我發現它這邊的豬呢 跟我那個... 外面看人家養殖場的豬呢 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那個養殖場的那個豬呢 都是白色的 然後也沒有那麼大隻啊 我們這個豬齁 你看那個體型都比較長喔 因為這個長 標示裡面三百多 比市場的售價也比較好 所以我們改良的 就是改良裡面的肉質 市場的需求量才會大 現在這些豬差不多都幾公斤了 幾公斤 幾公斤 這是差不多兩百五五十公斤 兩百五十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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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肉豬市場的話 其實這應該可以宰了吧 宰是可以宰的 可是我們的年限 那個月份還不到 所以我們要再養 還要放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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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讓台地的人覺得說 食水了 肉就多了 是 稱呼老闆為養豬達人 一點也不為貨 為了因應大小月的市場需求呢 老闆特地掌控豬汁的成熟度 養得別人酒 不管呢 是在每年的四節旺季 或小月的代季呢 他都能夠掌握銷售額 讓年度平均的銷售呢 維持在一定的水準 平均每年獲利是兩百萬 除了人士和飼料各佔三層的成本 其他雜資約一層 這樣扣除下來 也有三層的穩定利潤收入 這對不景氣的傳統行業來說 已經是張漂亮的成績單了 這豬也很奇怪 吃飽又睡在那裡 對啊 幫豬消化 然後呢 那個豬真的是吃飽睡睡飽吃 然後吃完飯以後呢 就馬上便便 就是便便之後就要幫牠清洗一下 清洗一下讓牠冷卻一下 本身豬就會比較涼爽一點 所以我現在... 要把它洗豬條 還要洗豬條 對喔 不洗豬條 牠的成長速度不好啊 沒有啊 我只要養豬條 不是說要洗豬條 他說要來打工 不是一樣都要做啊 還要洗豬條喔 有... 好啦 要怎麼洗 你講壞耶 講壞耶 很強的喔 你要洗豬條 在外面噴就好了嗎 對 你騎比較過來這裡噴 騎...騎比較過來 比較強喔 對 騎比較強喔 好 來 這豬有夠強耶 哇 那豬看到我的水都好開心喔 哇... 來...快點... 不要看我和這些豬仔子玩水玩得很開心 其實呢 幫他們用水散熱是不夠的 老闆說豬要養得好 溫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條件 除了定時噴水之外呢 還要以繁布隔離日光 用電風扇加強散熱 整個豬圈的溫度要控制在25度上下 這樣在裡面生活的豬仔子才會舒舒服服的 自然就會長得漂漂亮亮的 這也是老闆養豬三代的秘符之一 快點... 快點... 這隻... 這隻有看到嗎 你看... 不要走啦 抓得到嗎 他會走嗎 那隻豬不一樣的地方呢 就是牠在牠的騎的地方 對... 牠的牠是白色的呢 白色的就是我們做改良的品種 對... 我們現在做改良的品種就是 朝這個方向走 以白豬的肉質 黑豬的皮 有什麼要這樣呢 因為白豬的肉質 裡面的油花 比黑豬的油花多 現代人越來越注重養生跟口感 老闆為了不被市場淘汰呢 自己改良品種 讓豬汁具有一般白豬的油分 又有黑豬結實的皮 真的是補告以牌的 難怪可以成為產磁居冠 見證台灣經濟起飛的行業啊 像我到現在呢 只有畏畏飼料 我發現你們這邊的豬啊 這個不僅那個體型不一樣 而且呢 態度也不一樣 看到我客人來呢 有一些豬會把我刺 你看那隻豬啊 在你給我看 你看看成這樣 你看 那邊說阿爸會中 你看 你看這隻啦 這隻 唉唷 這隻... 這隻豬... 唉唷... 這隻豬不能打 這隻豬不能打 對... 要留給他做豬公 你這隻不是說要打一下嗎 不敢打 可以打一下而已 對... 不可以打一下這樣 攏風風風風風這樣 那是怎樣 這隻豬是要留給他做豬公 要給他拜拜用的 要拜拜耶 對... 神豬喔 對... 真的耶 我仔細觀察這一隻豬 發現牠真的跟其他的豬 長得不太一樣 除了體型比較壯 也比較高之外 牠的耳朵也特別的大 沒想到這位老闆拿這麼深長的肉 除了是養肉豬的達人 還是養神豬的專家 而且老闆還說呢 牠是養神豬的各種高手 要高手出招 才能養出上等的神豬 看來我後面的工作可不輕鬆呢 不過有了前面的訓練 我這個豬保母 應該是可以勝任的吧 人家說那個人有帶VIP的 然後飯店有VIP的 哪有豬你帶VIP的 有喔 我們這裡的豬都帶VIP 這就是VIP喔 對 豬你帶的嗎 這沒有公正人 有沒有看到 這隻應該是六七百公元吧 這隻... 目前這五百公元 這五百公元 五百公元 五百公元 真的耶 你看喔 你看這邊的整個環境啊 這隻豬呢 就是自己租一個 他的豬色 然後呢 上面呢 還有電風扇 還有呢 另外一個呢 更特別的是 有沒有聽到聲音 有聽到聲音嗎 這麼扁的豬都要聽收音機 請問一下 他是聽到一台啊 我們這個都聽那個 台雞公報電台 大使館沒有電台 你如果換白台可以嗎 可以啊 那是說聽習慣了 每個人聽習慣了 我也是聽習慣 這真的是可以媲美 總統套房的享受 這麼專業的神豬養殖場 還真的是非常不簡單呢 老闆的神豬世家輝煌紀錄不斷 在民國七十二年 爸爸的一千一百金紀錄呢 還是全台灣的前單大神豬 可以說全台灣的神豬呢 都是他們供應或是 出自他們的種 真的是誤告厲害的 來 鏡頭往那邊看 你看 怕死人喔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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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豬是 這真的才叫做豬 好啦 撫摸一下 那個會帶來福氣 他的皮很嫩耶 他的皮啊 對 不是說那種粗粗的皮耶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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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粗的皮耶 這摸起來 這摸起來 觸感還不錯啊 俗話說啊 人怕粗名 豬爬肥 這一句話呢 在神豬身上 一點都看不到 老百說 神豬要養到肉結實 有彩性 皮膚要光滑 客人看了才會喜歡 這上千斤的豬啊 因為體重太重 通常呢 都已經不能站立了 連單身 都要花費好大的力氣 就在我們和這一隻神豬 培養感情的時候 另一頭 已經出現 客人來選購 你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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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從哪邊來 我從新埔 新埔喔 那你們什麼時候要計神 那湖口的 湖口的 湖口的喔 幾個 9月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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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今天看的是 差不多要找幾斤的 幾台斤的 差不多950到1千 950到1千喔 那這一隻 差不多 可以嗎 差不多 差不多 這隻有滿意嗎 滿意嗎 看客人選購神豬時 相當慎重 老百說客人通常 不會現場直接下單 而是回去之後 以電話確認價錢 通常買豬戶呢 如果在比賽當中獲得名次 會有賞金給養豬戶的 這層奇妙的關係 在傳統的客家人心中 有著不可取代的文化意義 要用這個嗎 這個拿來 不行 要用手 要用手拿 要有一個真實感 你知道裡面有什麼東西 大哥 這叫做噴耶 這不是噴 這叫飯 這叫飯 對 不是噴 不是噴 用手沒關係 都沒關係 都很清潔 真的嗎 對... 在這裡剩下嗎 用手這樣剩下 就這樣剩下的 剩下的 剩下的 等一下 你說這 做一天是比較懶惰的 不然我還沒看 你會剩下的 你還要做一天 他要用手這樣子去剪 對 這叫它剩下的 好啦... 這樣剩下的 這個... 這個感覺 好奇妙喔 你看我的手 你說這是綠綠的 這叫做什麼 炒 其實我雙手的味道 不算太可怕 反倒是有點青草 加上麥片的香味 生住一天 餵食的次數和肉豬一樣 此次單位營養成分比較高 一隻神豬的飼料成本 相當於石頭肉豬的飼料成本 加上雜資水電也是高出半成 但是相對的 神豬的利潤會比較高 一年平均來說 大約是高出兩成左右 這裡總共是約有14頭的神豬 老闆說景氣好的時候 一年可以賣上10到20頭神豬 最高營業額高達600萬元 光神豬的收入就佔了 全年總收入的三分之一 老闆妥善運用養殖技術 讓大小月營業額不至於波動太大 而這些投進去的成本 就在每年的慶典造業中獲得了豐收 真的是VIP 你看喔 還要人工飼養 你又放給他自己吃就好啊 我倒啦 來 打開 然後呢 就把它推上去 推上去就可以了 推快一點 要推快一點 他怎麼刺到到處都是 他要... 那你太挺了 要斜一點這樣 要斜一點 對 這樣就... 來 來 他都投出來 對啊 他都投出來耶 推快一點 你太慢他就會去跑出來 你來示範一下好了啦 好 我養得亂七八糟的 這是所謂內行看門道 外行看熱鬧 光這一些飼養神豬的動作呢 就讓我手忙腳亂的 老闆甚至是出動了全家大小一起餵食 不管是弟弟 老婆 大兒子 小兒子 全部熟練的餵食著神豬 人與豬這種奇妙的感情 頓時在我的心裡滋生 老闆說古早有個說法 養神豬的人 再送走神豬給神明之後 都會非常的順利發達 老闆加理念三代 更是受到神豬的依佑 除了生活無憂之外 更多了份喜樂的心 而這也是外人所看不到神豬 這一個行業的另外一面 阿姨 你看怎麼大隻 那牠的那個爸爸媽媽 應該也是都大隻對不對 也是都神豬 我待會兒帶你來看 牠爸爸媽媽雖然說不是很大 但是牠體材很好 你說牠爸爸媽媽比牠小吃就對了 很小吃 但是牠體型很漂亮 不是神豬才能夠養出神豬嗎 不是 不是 生出神豬嗎 不是這樣子 人家說牠體是好處 那你這個就是好處 對 光看這神豬的體型 我還真的以為神豬的爸爸媽媽 會更加的巨大 沒有想到老闆竟然說 那可不確定 做了一整天的豬農 怎麼能不去看看 偉大的神豬爸爸媽媽呢 這個是 懷孕的 這個是懷孕的喔 對 這是懷孕耶 對 這是懷孕的 準備等待時間就要上來這邊 所以這邊等於是說 這個是一個育嬰室 然後也是產房嗎 對 也是產房 所以母豬都會在這邊 剩下小寶寶 所以我剛剛看到一下這邊 好多隻的小小豬喔 不要再叫了啦 但是你 可是我覺得很奇怪啊 剛剛在那邊我們所介紹的豬 都是黑色的 為什麼這一隻豬 你看 是咖啡色的 這咖啡 品種不一樣 這品種不一樣喔 這個可以變神豬嗎 可以啊 這也可以變神豬 對... 神豬不是都要黑色的喔 對... 因為這種如果是長得大的話 這個也是可以當神豬 你剛剛講說那個神豬的話 爸爸媽媽的話 應該也要很大才對 那錯了 這叫做 你看這邊的豬啊 都不是很大隻耶 對啊 但是養出來的神豬就很大 沒想到養豬這個行業 真的非常的不容易 對豬要百分之百的了解 零品種都要很夠掌握三分 老闆挑選經營好的母豬 配種生下的小豬呢 就培育成為日後的神豬 一隻上千斤的神豬 大約要養三年半的時間 而一胎母豬呢 大約生十到十二隻小豬仔子 要從中選擇培育神豬的種 就要靠經驗來判斷了 讓大家看一下 這一邊是神豬的小豬 然後這邊不是神豬的小豬 只差一個禮拜的時間 你看養出來的豬 好 怎麼差得那麼多 所以這個豬的品種是不太一樣的 這個未來全部都可以養到上千斤 然後這個了不起就是 十三四百台金 只差一個禮拜而已 好啦 不要再加了 放下去了 這真是奇妙的優生學 一隻四五百斤的母豬 可以生出上千斤的神豬 其實老闆還有培育種豬 讓小豬仔子的爸爸媽媽 全部都是充滿優良的基因分子 先天的優勢加上後天的照料 難怪可以年年在祭祀慶典當中 拔得頭籌 現在那個豬吃飽了怎麼辦 現在吃飽了要把它放出來運動運動 還要再把它放出來運動 哪有那個豬不是都要關在籠子裡面 就可以養肥了嗎 豬就是要讓牠運動 把那個體內的一些菌蟲養好 這樣複雜嗎 快讓牠跑一下 牠去別人家裡才會比較適應 別人家的那個一些好菌壞菌 都會融合在一起 我們這邊身體健康 抵抗力比較強就對了 在哪裡 快點快點 走快點走 你看全部跑出來了 你這是曬豬吧 這是牠的運動感 這些運動中就對了 老闆說每天放小豬仔子出來跑 是例行公式 就像放三雞的道理是一樣的 每天運動身體才會健康有抵抗力 在我眼裡每一隻小豬仔子長得都一樣 但是老闆卻一一辨識牠們的情況以及特徵 只要一有不對勁老闆就會進行檢查 難怪這裡的每一隻小豬呢 都是那麼的健康活潑 每一隻都有機會成為千金神豬 抓到了 抓到了 這隻 好耶 這隻有機會 有 好 叫牠不要叫了 這隻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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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有機會變神豬 而且我發現那個豬的叫聲真的還蠻大聲的 而且我發現那個豬的叫聲真的還蠻大聲的 今天我會跟豬 你會跟豬嗎 你會跟豬嗎 耶 這是我今天最開心的一隻 謝謝… 好 我可以打開來看 可以可以 你要看 老闆今天 非常的慷慨 給我今天的工資 一千塊 這一千塊呢 也要兼給這個相關的社福團體 度過與豬為伍的一整天 我對養豬這個行業完全顛覆以前的印象 這個需要耐心的專業工作呢 因為在地純樸的祭祀文化 更增添了幾份前程 但接下來還有更神聖的 你等待我去體驗 傳說當中 十五年一次的輪裝慶典 馬上就要登場囉 迎著月光的夜晚 新竹縣關西鄉南河裡 今晚多了些既歡樂又緊張的氣氛 呂家同樣也沉浸在這樣的氣氛當中 前天呂爺爺 將原本餵養在豬圈當中的神豬 給請了出來 現在正躺在呂家門口 臨時的沙地上面 夏季的夜裡 在神豬旁邊 多了兩台又大又強的風扇 風扇還加了水氣 不停的往他龐大的身去噴去 生怕他不耐這夏季裡的悶熱 隔天就是義民節了 七月十九號的夜裡 呂家的親朋好友都回來了 他們都來看這神豬 有些人都是第一次見到他 正是這隻神豬第一次來到呂家的家中 卻也是他的最後一次 在經過兩年的飼養之後 這神豬到了關鍵的一刻 今天是七月的十九號 再過十分鐘左右 就是七月二十號 也就是在子時的這個時候 這個神豬即將要被 在這個地方是不能說那個字的 因為這個豬他會有靈性 所以待會我在訪問的過程當中 都不能說這一個字 這一個字知道了 然後這個神豬因為有通靈的關係 所以你一旦說到這個字的時候 他會焦躁不安的 再過十分鐘之後 再經過了這個呂爺爺的祭拜之後 祭天之後就會把這隻豬給 好 在這天夜裡有許多是禁忌的 除了不能說出殺這個字之外 關於神豬任何的一舉一動 都牽繫著瑜伽的靈感神經 這是最後緊張的一刻 真的是一刻鐘 再過十五分鐘 這隻豬呢 就不會再屬於呂家了 而是公給了神明 在這謹慎的十五分鐘裡面 呂家是謹慎小心 甚怕時辰未到神豬出了意外 神豬開始躁動了起來 爺爺低著頭靠近神豬 乍看之下 彷彿是俯下腰來聽著神豬的指示 這時我看著手錶 再過五分鐘就是十二點鐘了 這時呂爺爺彷彿聽懂了一切 指示家人在門口擺上了貢桌 帶領著全家人一同祭拜提供 好 我們剛剛呢 在這個呂爺爺的帶領之下呢 全家的人呢 已經向這個天公祭拜過了 然後呢一邊祭拜的過程當中 這個爺爺呢也念念有詞 希望保佑大家呢能夠平安 另外呢在這個一名爺的協助之下呢 也讓他這個兩年的時間呢 能夠把這個神豬呢 養得非常的肥 那剛剛其實這神豬的一度過程當中 有點焦躁不安 但是呢爺爺呢靠近了一下 剛剛跟他撫慰了一下 所以呢現在神豬呢 又獲得了安穩 這不由得你不相信 前一刻還躁動不安的神豬呢 在祭拜過後 情緒竟然也跟著安穩的下來 爺爺再次彎下腰去跟神豬說了些話 也摸摸他的臉匣 人與豬之間好像有一種 呼吸著言語在公平這裡 爺爺我剛剛看那個神豬啊 好像有點... 我們親叫了 焦躁不安 我們啊平時養多次都成 我們一名爺爺啊給我保要到 接阿姿的十二點 十二點 你看我們 我們就沒有這個神啊 你給我求十二點 我求十二點 現在我們再去 上去樓上求他 他還這樣 你剛剛有跑上去樓上求 我跑上去 我跑上去要燒的香啊 一名爺爺他不給我燒 叫我馬上來要 要收他的魂啊這樣意思 時間到了就對了 我也不是進攻也不是道士 所以你剛剛拜拜的時候 有跟他講什麼嗎 一名爺爺到來了 把他好像... 好像你乖乖在裡 不要...不要走 這樣意思 這一刻女爺爺 兩年來也以忌日 辛苦照顧的神豬呢 終於獲得了回報 一名爺來將神豬給接走了 這一刻是十二點整 對於這樣的巧合 我整個人是不可自信 這次旅爺爺 第四次養了神豬了 每十五年 一名爺才給他一次機會 這次他又破了他自己的紀錄 會不會捨不得 會啊 會啊 會喔 我七歲的時候 二弟出生 我那個二弟出生 就知道外面殺豬公 過完我們都在窗戶看 對 不敢出來看 不可以出來 小孩子不可以出來 小孩子不能出來看 因為很緊張的 旅爺爺的大女兒描述著 七歲那一年 家中養了低頭神豬的情形 那一年家中經濟並不富裕 不過因為慶奉一名爺的關係 所以開始養起了旅家低頭神豬 那一年旅爺爺僅有二十八歲 難得輪上了村裡頭 十五年一次的慶典 就此與一名爺結下了緣分 可是沒有想到 從那一年之後 家裡的經濟 開始有了口轉 隨著第二頭神豬的眷養 到第四頭神豬 家裡是越來越富有 旅家也從一頭 六百二十九台金的神豬 一路養到目前一千三百 六十八台金的神豬 能夠持續這樣養下去 他們說都是一名爺的保佑 不然一般家庭也很難養得起了 但是你養這頭豬的話 花了多少錢 這豬豬可能花到十八萬 兩年 兩年 兩年都花十八萬 我們精神不要散了 要給牠吃 牠還是要... 牠還是要... 牠還是要醫藥灰 普通一般人這條豬就養不起了 可是這樣子的話 你為什麼還要養豬呢 你知道嗎 養這神豬養完以後 所有的豬肉是分送給大家的 對 給大家吃平安的 我們養豬 就是我們很相近一名爺 有求牠必應 必應 對 有求每一次求都... 我們做的事情 我們要做什麼事情 我們沒有買地 還是什麼東西 都是去求牠 叫牠保佑 牠沒有...那一杯 我就不敢動牠 我飛我動牠 馬上我們都是很順利 十五年才輪一次的慶典活動 從發豬這個夜裡開始展開 呂家人是徹夜未眠 開始處理起這頭巨大的神豬 那爺爺他們現在在幹嘛 現在把這個豬啊 把那個... 鹽巴也刪好了 對 已經就保持到 那鹽巴就保持到 那部分那個... 壞掉 對 所以... 都弄好了 就要把牠上去... 上去上去 上去上去 就要把它... 洗得乾淨 給牠整容好... 這樣 這樣比較好看 要計繩的 這樣比較好看 以前我聽說這個... 要把那個豬啊 要把它攤上去的話 以前不是用鐵架 對不對 以前就是樹架 樹架啦 樹架啦 沒有那麼大嘛 對 還放中草 中草就是要不平 沒有平 所以它用給牠塞到平平 比較好看 比較好看 現在不是現在都用鐵架 鐵架直接把它攤在上面 眼看著這一隻上達千斤的豬公 變成眼前的樣子 心中實在是不會砸成 不管是取下來的豬肉 豬骨或是攤平的豬皮 在呂家人眼中 都是等待好幾年的心情結晶 呂爺爺告訴我 等慶典結束之後 他們會把祭祀給一名爺的豬肉 分送給親朋好友 讓大家分享這豐收的成果 而那剩下來肥美的豬肉和大骨 想當然的 以客家人節儉的樸實個性 一定是把它們變成美味的料理 話還沒有說完 呂大姐就端出客家道地的福菜瘦肉湯了 這個湯的話 肉是我們剛剛大豬公裡面的瘦肉 那我們把它料理成福菜瘦肉湯 那在我們工作結束的時候 每一個人都來享用的一種美食 我在旁邊已經聞到那個味道了 香香的 很好吃 冬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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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客家人非常的好客 就是你來參加他們這樣的一個活動的話 不管什麼時間 他們都會端出好料來給大家吃 剛剛看那個豬的話 其實很肥耶 可是吃起來的話還好 這個是裡面的瘦肉 瘦的肉 把它取下來 肥的還在上面這樣 這肉特別好吃 嫩 它很嫩 非常的嫩 對… 它煮得不會色色 而且香 它那個肉非常的香 肉質非常的有那個香味 就是肉香味 對… 所以跟一般的那個豬肉 吃起來的話 是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所以這個豬肉到時候 都是分送給大家來吃 對… 這邊的只要有看到的 都可以來享用 這一碗福菜瘦肉湯 在深夜裡面更鮮美味 大姐說 以養神豬 是為了報答一瓶爺的庇佑 所以這碗湯裡面 也有著一瓶爺給予的福氣 喝起來也特別的甘甜 因為那個爺爺他養這隻豬的時候 用的都是天然的一些穀物 另外還有蔬菜下去養的 都沒有用那些飼料 所以這肉吃起來 是沒有任何的一個腥味的 而且我覺得非常的神奇 就是說它這個豬 雖然養了一千三百六十三台金 但是呢 剛剛在切的時候 都看到非常多的油 但是煮起來的話 這油不錯耶 吃起來不會那種油膩的感覺 因為虔誠的信仰 讓呂爺爺在飼養神豬的過程當中 不敢大意 最後養出來的大助公呢 總重逼近一千四百台金 雖然是為了一名爺而養 不考慮過利 但爺爺也說了 這種有神明保佑的豬肉啊 在市場上面 行情可是好的驚人呢 像這種一千多台金的這個豬的話 如果在外面賣的話 一台金要賣多少錢啊 還是台北市啊 台北啊 他是一斤是賣五百塊 一下子就給人搶剛剛 一斤賣五百塊 一般的豬 一斤賣多少錢 一般的話 一般就八十到一半 你看八十塊而已 那這種豬 一斤的話 要賣到五百六百塊耶 那你不拿去賣就好了 一千多台金賣賣呢 我個人不是這樣 我是有朋友來 大家吃大家吃 就是這樣 西服 來吃的時候是 西服 大家吃回去平安 人可以平安一點 有餐的 這也會好 而且有外面很好 所以爺爺寧可 讓所有的人都賺錢 所有的人都平安 他也不要去賺這個錢 所以花了兩年多的時間 非常的辛苦 自己親手把這個神珠養大 然後再分送給大家 這其實跟客家的精神有點相同 就是分享的意思 現在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他們現在把這個珠汁 稍微把它整理一下 就是要出去要供給神的 所以要漂漂亮亮的 所以他們在這後面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 後面的這個地方 其實他們都塞了這個稻草在這裡 這麼好嗎 還沒還沒 還沒嗎 看著稻草一捆一捆的塞到鐵架裡面 神珠看起來是越來越有威嚴 這看是簡單的塞稻草工作 卻有很多的妹妹咖咖 師父說塞稻草要看豬的體型 來決定用多或用少的量 不能太少也不能太多 原則上就是要讓神珠看起來 浮浮太太的 這個形狀你是怎麼看的 它以我們這棚子的高度 它高度的圓弧 它是最高點 圓弧 整個劃過來 順著它的圓弧 所以剛剛這個地方 有一些凹的地方 然後要把它塞起來 撐平 有什麼要這樣撐平 撐平它那個皮才會漂亮 才會撐 平面 比較平面 這是要供給神的 所以我們從這個宰殺這隻神豬 一直到現在 現在已經是凌晨四點 經過了四個小時的時間 這隻豬完全看起來像一顆球一樣 硬硬硬 對 雖然說弄到現在 大家都已經精疲力盡了 但可別以為 這樣子就已經大功告成了 最後的細節工作也還沒有結束 負責的師傅跟我說 把神豬架上之後 接下來還要幫神豬 修剪背毛 讓背毛筆子有發亮之外 還得去除細毛 並且沖洗乾淨 最後還得再抹上一層油 零零總總加起來 至少還得花上 一兩個小時的時間 才有辦法完成的 好啊 我們這隻豬已經把它裝扮得漂漂亮亮了 對啊 神豬已經打扮成這樣子了 豬的部分已經好了 完全都已經看不出來了 你看還帶了兩朵大鮮花在這個身上面 然後呢另外呢 豬頭的地方還咬了一個鳳梨 為什麼要咬鳳梨呢 表示鳳梨嘛 鳳梨表示咬著鳳梨嘛 就是這樣子 不是會咬甘馬 甘馬就是甘甘滴滴 咬什麼都可以 鳳梨就是旺旺來 對啦 最后是現金 經過修剪整理之後的神豬 果然看起來是超級有屁性的 但是大哥說啊 這樣子還不夠 接下來他用法寶 讓這組神豬是更加的有神氣 更加的威脅 那接下來呢這個豬要送到 沒有還要再裝一層架子 還要再裝一層架子 還要再裝一層架子 裝完以後呢 再過去 就再過去一名廟裡面了 對 OK好 待會兒呢我們也會到一名廟裡面去 而且那個場面是非常的壯觀 今天總共有多少隻神豬 去一名廟應該有三十多隻吧 總共有三十多頭的豬 而且每一隻豬都像那樣子 那麼大 幾乎 所以那場面是非常的壯觀 一定很壯觀 好吧 那我們趕快過去看一下 OK 好 走 農曆的七月二十號 在新竹縣關西鎮 這一天是客家文化當中 很重要的一個節日 這一天不僅是一名節 也是普渡好兄弟的中元節 所有的準備 就是為了要祭祀一名爺 這十五年才一次的活動 對於關西南河裡的人們來說呢 重要性可想而知了 這早上出來後 你走在這個關西的人河裡 這個地方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發現 在這裡幾乎有十戶人家 就有七戶人家 都有載豬的 我們遠遠的看到那邊 也有一頭神豬 已經把它裝扮完了 遠遠的就在那裡 然後在我的正前面這邊 也有人正在載豬 然後在那邊也有人正在載豬 你就可以發現 在這個小小的這個梨裡面 就已經有上百頭的豬在載殺 這些豬待會兒 都會全部送到一名廟裡面 走在清晨的南河裡 每戶人家都已經忙碌的 在進行祭祀前的準備 光是在這個區域裡面 就有一百多頭的神豬 是要供給一名爺的 呂爺爺告訴我 等到中午的時候 大家都會聚集到廟前 將神豬供奉給一名爺 這慶祝的活動 會整整持續一整天 好 我們現在來到的 就是新竹地區 非常有名的一名廟 一名廟也是客家精神 象徵的所在地 今天剛好是農曆的7月20號 我整個晚上都沒有睡覺了 為了這個神豬 今天在這裡 也就是在一名廟這邊 總共有三十七頭的神豬 在這裡供奉給這個一名爺 所以待會也可以看到 一個非常壯觀的場面 我剛剛也稍微偷看了一下 今天的特等獎 是高達一千五百九十幾台金的 一隻神豬 今天在這裡 總共有三十七頭的神豬 帶大家好好來認識一下 這一些神豬 雖然才早上的九點多 但一名爺前面 早已經擠滿了滿滿的人潮 這些人裡面 有的是養神豬的人家 有的則是來參拜一名爺的 但更多的人是 專程來看這平常看不到的神豬 有沒有看到 這就是這個特等獎 這個特等獎的話 是一千五百九十幾台金的 非常的大 比我們看到那個七等獎的話 一千三百多台金 還要足足種了兩百多公斤 所以今天的這個特等獎 是由他們的姓氏 叫做彭欣國所飼養的 彭先生在嗎 你就是喔 對 兄弟 你這次拿到特等獎 這一次拿到特等獎 對...特等獎 那你這隻神豬的話 是這個自己養的嗎 請人養的 請人養的 那怎麼會想到要養這個神豬啊 我們成心啊 藝民廟會保養我們啊 在藝民廟正前面 就是今年的特獎神豬 做大的外觀 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現場除了有很多人在拍照之外呢 也有人虔誠的雙手合十 向神豬參拜著 對他們來說 這些神豬都有著藝民爺的保佑 摸一下 扮一下 就可以得到一整整個平安 如果是參與飼養神豬的人家 得到的福氣 聽說還可以更多 許多信徒為了幫藝民爺 好好的慶祝 就算是花大錢 也在數不息 你這隻買來買多少錢 一百萬 那你追喔 這一頭神豬要價一百萬 一百萬 就直接把它花下去了 供奉給這個藝民爺 所以來年的話呢 祈求祂可以讓你賺大錢 平安 平安 可以平安 平安 這隻很漂亮 特等獎 養出特等神豬的彭先生告訴我 自己是第一次參加祭神豬的活動 雖然過去沒有養神豬的經驗 不過前程信奉一名爺的咖 為了這十五年才一次的活動 特別在六年前就開始拖人養了 自己也沒有想到可以將神豬養到一千五百多台金 而且還得到了今年的特等 在這場宗教聖會當中 我們不單只看到了信眾的虔誠與熱情 還看到了許多城市裡面難得一見的景象 這一年一度的慶典呢 當地的人可以說是真的給它拼下去了 直接給它拼下去了 為什麼你知道嗎 這裡呢各種不管是你要說神豬也有 然後神陽也有最神奇的地方呢 現在呢在我的前面可以看到這什麼 這叫做神鳥 有沒有看到 這個是鴕鳥有沒有 牠那個這個鴕鳥呢 這個嘴巴裡面呢 也挑了一個這個鳳梨 然後呢也幫牠帶一個舊舊 這個是牠們的神鳥 待會聽說還有神鱷 就是鱷魚 我等一下來找找看 看能不能找到那個神鱷 在這個仁山仁寒的紀念當中 除了看到三十七頭的神豬之外呢 還看到了戴著墨鏡 和抽著煙斗的神養 在師父的橋手裝扮之下 一隻呢都熊啾啾氣昂昂的 雖然最後我還是沒有找到 傳說當中的神鱷 但卻感受到了大家對於 信仰的前程功誤的心 那爺爺這次是第七年耶 第七年 第七年還沒做 那下一次的十五年呢 下四年啦 那要不要拼一個特等啊 不敢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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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條一定 大小一條一定 那這一次一千三百多 台金的話滿不滿意的 滿意的 從二十八歲開始飼養 第一頭神豬開始 明明爺到了今年 已經參加了四次的神豬競賽了 每一次他都用最虔誠的心 盡力的把小豬仔子 養成了大神豬 對他來說 能不能為一名爺 盡一份心力 才是最重要的 有沒有得名 倒在其次 爺爺這隻豬 跟其他的神豬不太一樣 這隻神豬呢 它比其他的神豬呢 還要值錢 因為呢 全部都是爺爺自己親手 把它餵養長大的 如果爺爺 我問你喔 如果這隻神豬的話 一百萬跟你買的話 你要不要 不賣 太多錢 不會講錢的啦 不會講錢 兩百萬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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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耶 兩百萬自己買 買還是買 不買啦 我買啦 從兩百多台金開始養起 女爺爺用心照顧出一頭 獲得七等獎的大神豬 這兩年多的時間裡面 爺爺用生命的力量去照顧他 七百多個日子 就這樣過去了 算起來這個工作 一點都不輕鬆 但女爺爺說 如果下次還有機會 他一定還會再養一隻 對他來說 養生豬雖然得耗費不少時間 與金錢 但卻可以換回 一名爺的保佑 平安健康之後 才可以賺到更多的錢 這種福氣可不是金錢 可以衡量的呢 2009年的初秋 我捲起了袖子 拉起了布管 走入了蘇大哥 三代傳承的豬舍 從飼養中了解苦心 從豐收中體驗不凡 感受到人和豬之間 那種難以言語的情感 表面上是初衷工作的養豬業 其中的價值不論是實質的 或是無形的 都彌足珍貴 我在想 這趟養豬的豬體驗 雖然短暫 但卻是我心中 難以忘懷的記憶 2009年初秋的季節 我帶著虔誠的心 走入了一個 養神豬換福氣的故事裡 樸實的呂爺爺 花了一輩子在說故事 用最真實的信仰 換取未來的平安與福氣 我有幸在十五年一次的 淪妝機會中 看到呂家人 對一名爺的尊敬 也感受到了那 團結其心的真感情 我 我在體驗 我在體驗人生 體驗一個你不知道的行業 體驗一個你不知道的工作